中文字幕——YK 大部分哺乳类动物的肠 大致需要六至七年的时间 它们才能完全成熟 从这样发育成这样 对成年河马来说 它们有一大把的休闲时间 每过几日 它们就会从水里露远出来 晒太阳 温暖的阳光有助于它们的消化 通常它们都会等老大先动身 河马老大精神抖擞 它的威望员 崩未动 如果幸运的话 它可以掌权十几年 它是个重要人物 这点它很清楚 一旦老大动身登岸 其他河马便会尾随其后上岸 据它们的体格与等级 河马们遵循着严格的秩序 上岸之后还要遵守其他规矩 河马特殊的排便方式 是它们展示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 它们通过体位来识别彼此 并且按等级选择休息的地方 河马们在礼节方面很讲究 在老大尾沃岛休息前 其他河马是不会完全放松的 在沙滩上休息后 河马会吸引各样食客 红嘴牛两鸟落在河马身上 着实它们皮肤上的寄生虫 其他沙滩游客们也会纷至它来 沸沸们 它们挑选河马的粪殿时 河马和大象的粪殿是 沸沸收集种类昆虫的宝物 仔细挑选总会有收获 珍珠鸡在沙滩上追逐戏弄 但是它们粗暴的行为总是会惹麻烦 河马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 河马并不像它们 跑回熟悉的河水中 惊慌才慢慢消失 河马门又有了安全感 但是河马山滩 不只是河马的地盘 石蜂鸟从南方飞来 在这里繁殖 大象也会来这里喝水洗澡 石蜂鸟将它们的蛋 铲在河岸的山洞里 紧密排列在高处的鸟巢 是它们几代人的栖息地 河马不会打扰石蜂鸟 但是其他动物会打扰它们 巨蜥是攀岩的高手 大数量的石蜂鸟未能阻挡它的前进 巨蜥敏的鼻子可以判断出 哪个洞里有鸟蛋 有雏鸟 惊慌的父母们对此无能为力 沙滩的那边一只非洲湿余海调 发现了这场油巨蜥引起的混乱 这可是它不时的绝好机会 看来石蜂鸟不单靠吃鱼生存 数量多并不意味着会安全 鸟巢又多出了一个空巢 河马杀他的老大也会遇到挑战 刚结束了一场在上游的打斗 这只河马依然来势凶凶 再一次河马老大不得不起身迎接挑战 看来这家伙只会打雷 不会下雨 到真枪实战时 他只会续张身之瞎闹一场 对形单影子的河马来说 找到这个地盘很不容易 在旱季很难寻找到食物 但是现在是腊肠树盛开的时期 鸟儿们不是唯一吸食花蜜的动物 飞飞们也会喝花蜜 在卢安瓜河沿岸 那肠树随处可见 也是动物们最喜欢的食物 腊肠树成熟后结成美味的果子 被大家尽情享用 去年的小香肠 现如今长成了粮食肠 十几重的大蜡肠 对长颈鹿来说 这些大蜡肠可是一口吃不完的 此时夕阳就在 小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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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